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挺巧啊 那个 我 我们能聊聊天吗 我想 我想跟你道个歉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 您可是精爱好警察啊 您忙得很 是吧 安警官 我们聊 聊聊 行 你要跟我聊什么 你跟我 我都陪着你聊 聊什么 聊工作是吧 行 我陪你聊 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 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 聊什么 忙村的事情是吗 我先告诉你 照片不是我拍的 还聊什么 说吧 六年了 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发过一回信息吗 你找过我一回吗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 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 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 就不敢给你发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 不是 你不会去问别人 你干着就管着干什么呢 管着吃饭呢 吃饭得让人家要管啊 那接下来呢 打算怎么做啊 现在我打算每周 每 每天 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回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忙村的事情 我 我们现在打算 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 我们已经查到了 他的网名叫迷 根据网站地址 我们锁定到了忙村附近 我知道 那个人叫李洪伟 你怎么认识他 我有他QQ号啊 为什么 我去调查 忙村事情的时候 遇到过他 好 你这样 你把你的QQ的账户 和密码给到我 为什么呀 我 我请我们的女警 想来假扮你 然后和他聊一聊 行 我都已经 跟他视频过了 你 跟他是什么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 没有 我觉得就不安全了 我想告诉你 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 都是吃干饭的 好 过来 部长 你过来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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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炸我对吧 我太了解你师父了 他是个好人 他不会搞孩子 不会搞女人的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 没有再找你老婆 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 教你儿子撒谎 也是 不是亲生的真实 谁给你证据的 这个你不要问了 这会儿能讲实话了吗 没错 我早就知道 有人协助李清帮他我儿子 但我告诉你安心 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不够 老高 你知道的缘不止这些 来 继续 记什么 接下来我说的话 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 这个房间没私事 逗号都给我记上 我确实找人 进了蟒村 我确实找人进了蟒村 把他们鼻梁鼓给打断了 掰断了几个手指头 但我什么都没问到 行了吧 我们故意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一个也没有 你看 那 他们不报案 就跟我没关系了 那就没事了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 谈上更大的麻烦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 谁 谁希望你 谈什么麻烦 老高 说不定现在 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的 六哥 世伟 记住情况 你过来看一眼 这门锁被撬开过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 不仔细看 真看不出来 搜集指纹脚印 四伟 你看这个 跟实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 会不会是凶器 那我去检验 看 我去听点对 不错啊 老高 怎么了 有什么收获啊 作案凶器 一次做案凶器 在哪儿找到的 你们去 安心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你们别冤枉我啊 现在的麻烦是 确实从这个凶器上 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DNA啊 比如说头发啊 指纹啊 脾屑啊 人体组织啊 细胞啊 我不知道谁的 我没碰过 不是你的 是说坏人的 真让我猜对了 这帮人啊 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哪帮人 我在这个位置上 的人多了去了 让他起来 来 这样啊 我尽量啊 把这范围缩小一点 你们去调查 高雨晴 你这写的都是 京海建工区团 部门负责人的名 对啊 你让我 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的 这就坏规矩了 线人都是我们 对得自己养的 我给你 我们怎么办啊 行 安子 你求我办事 我从来没喊过啊 行 安子 我从来没喊过啊 要哪一个 那 叫孟宇吧 好 他业余地不做别的 就是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 我尽量安排那些 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 我培养一下 你培养 我培养 我亲自培养 你知不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我是干什么的 打听了你们俩早分了没关系 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 就说明我光明磊路了 你别介意啊 你问孟德是谁啊 从小一块儿长亮了 给他起了好多外号 脾气比较棒 曹孟德 小艾给什么 我 我 我打给他 我叫他曹孟德能打一个 太能了 他一听就知道自己人 对他好点 对他好点 喂 您好 请问是曹孟德吗 妹妹 我是孟德啊 你那边 我来 你搞什么 给你介绍个朋友 来 后面去 你先介绍一下啊 您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 你们要找的人 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 我朋友 是安警官 你快去抓我吧 求求您了 快抓我吧 起来 坐那儿 我去韩北 你快去韩北 在华港路 看了一家赌场 赵大青是我的常客 后来都出事了 我爸成写年 我 我就把赌场关了 赌到那博美 是 谁刚老板 求我回来的 你见过张大青是吧 以前见过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现在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刚才问过了 高一强 滥用私刑 有吗 有吗 没有 没有 是我自己摔的 我自己摔的 谢谢 高老板 我 我被抓了 谢谢啊你 谢谢 谢谢啊你 你图什么呢 就非拿这么一个人 还证明说 你跟张大青没关系 我用证明吗 你不是已经帮我 证明过了吗 安晴 上次你帮我 我谢谢你 不想帮帮你吗 但他确实 不要张大青人 我就在想啊 你说现在全城通静 这个张大青穷途末路 他要离开靖海前 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看我干什么 走了啊 莽村 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 所以我想 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 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这计划没出来呢 调研也刚刚开始 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不用说明什么 就是做做样子 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 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要抓人 是 什么案呢 还是上次的命案 我想想 既然要办 就得像个样子是吧 行啊 那那个 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 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 有的人就可能觉得 这个说明会这么大 不来我就亏了嘛 所以他必须得来 你小子 可别忘了 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您面子大嘛 少来这一套 我们宣众 安静 好 看看 在哪儿是清华区 这 就是这个方向 从这儿 一直到那边 再往北 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 可清华区啊 都是些旧房子 像样的新楼没急装 这要发展 要招标 就得先修路 可修路难哪 尤其是现在 财政补贴成了财政爷了 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 谁都想啃你一口 这前几天 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 都递交上来了 你别说 建功集团的方案 走得最充分 我知道搞几样的事 也清楚 你们对他的态度 可要修好路 到目前为止 他是最合适的 我就是个警察吗 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给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 搞治安的 只分个黑白 对吗 你们不是刚清楚吗 爸 你怎么跑这么快啊 我这警感慢赶 我都跟不上你 安心 你怎么又在这儿了 你怎么又在这儿了 哈山 你说话 我问你话呢 行了 行了 别装了 还跟我这儿演 我骗你一回 你们俩合着伙 再骗我一回 扯平了吧 都 都是我的错 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对 当然 爸 你俩刚刚说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啊 你答应安心的事 你必须得帮忙 你得说话算数 答应吧 帮忙 谢谢孟局 你们俩再聊会儿 我再往山上爬吧 行 那我们俩再聊会儿 你 妈 还想跑啊 清华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 展开政策说评 受到群众广泛投评 来 多多 向小银库的案件 在海岸 大量探索 没有关系无人而死亡 案件上 造成多数目的也有证 所谓的两个人 我把人事业不认真加强 与众议作评划问题 将会再向国际 上万点 当地 与众议作评划问题 全国量关系 将会再向高 将会再向高 向小银库的 新决定就在海岸 与众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